我们100厘米的浅绿色绣线绣腰带,从任意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键尾拉的组绣线没藏起来,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先拉键,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金线和赤道的焦点处出针,然后开始绕线,跌着赤道绕线,绕五圈。 到结束的位置,从金线的右侧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到结束的位置,从金线的右侧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键尾拉键,再回一针,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剪掉多余的线。 另一边的制作方法也一样,从任意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键尾拉的组绣线没藏起来,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赤道和金线的焦点处出针。 然后开始绕线,跌着赤道绕五圈。 到结束的位置,从金线的右侧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键尾拉键,再回一针,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键尾拉键,减掉多余的线。 取六十厘米,取六十厘米的金线,金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 取六十厘米的金线,金线的尾部一定要打结。 从任意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 线压线,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从金线与腰带上方的焦点处出针。 然后先向下拉,拉到下一条金线,回腰带下方的焦点处,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到下一条金线,回腰带上方的焦点处,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把这一圈绣纹。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从出发这条金线的右侧入针。 从这条金线下方,从这条金线的左侧,腰带下方出针。 到解说的位置,从金线的右侧入针,从腰带下方,金线的左侧出针。 先向上拉,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调起点速球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修正。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先向上拉,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修。 到结束的位置,从金线的右侧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从出生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生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多一个线。 再靠近几点。 在距离腰带8毫米的位置,扎入铸针。 隔一条金线,扎一颗铸针。 然后继续按照这样的。 去一米的前分色修行,开始修正。 从任意位置入针,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生的位置入针,从任意位置出针。 继续拉紧,继续拉到数九线里藏起来。 从出生的位置入针。 从次到的。 从出生的位置入针,从出针的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在金线的左侧。 接下来上拉,拉到下一条金线,靠近几点。 三毫米左右的位置,调起一点数九线后分九线。 线向下拉,拉到下一条金线并周深的下方,调起一点数九线后分九线。 线向下拉,拉到下一条金线,靠近几点。 三毫米或者五毫米都只,都可以。 线向下拉,调起一点数九线后分九线。 线向上拉,调起一点数九线后分九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快速地把雷军洗完。 线向上拉。 线向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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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的这条竹针旁边 在开始修纸的这条竹线旁边 扎上一颗竹针 表示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的 到一圈解释的位置 从任意位置 到一圈解释的位置 从竹线右侧入针 到第一圈修线 从竹线右侧入针 在第一圈修线下方一毫米出 竹线左侧出针 在刚才没有扎竹针的竹线上 扎上竹针 同样也实在距离腰带 8毫米的位置扎入竹针 在刚才没有扎入 在刚才 在刚才没有扎入竹针的竹线上 扎上竹针 同样是在距离腰带8毫米的位置 可以条竹线扎一颗竹针 扎上竹针 竹针好之后 举一米长的简蓝色绣线 在开始修制的这条金线 右侧开始修制简蓝色绣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先拿进 先拉到水球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出针的左侧出针 从黄色出针的左侧出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黄色出针的左侧出针 出针的位置在近线的左侧 先向上拉 拉到靠近几点 5毫米处 先向上拉 拉到靠近几点 3毫米处 调起一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 拉到下条金线扎出针的地方 调起一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 拉到靠近几点3毫米处 调起一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这一圈续完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右侧入针 从金线左侧 低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出针 然后继续秀前紫色的锈线 先向上拉 然后继续秀前紫色的锈线 先向上拉 贴着低层锈线 在低层锈线下方 调起一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 拉到低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上拉 在低层锈线下方 调起一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先向下拉 在低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修正 到结束的位置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到结束的位置 在低层锈线的右侧入针 从低层锈线的左侧 上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出针 放下浅紫色的线 继续用浅蓝色的锈 放下浅紫色的锈线 然后再用浅蓝色的锈线开始修正 线向上拉 在上层锈线下方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接向下拉 在上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接向上拉 在上层锈线下方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接向下拉 在上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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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到一圈结束的位置 从定线的右侧入针 从定线左侧 上一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出针 放下浅蓝色的锈线 放下浅蓝色的锈线 继续修浅紫色的锈线 只要交替着锈 接向上拉 拉到下腰 接向上拉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接向下拉 在上层锈线下方1毫米处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接向上拉 调起点水球线和分球线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绣 线不够了 从定线的右侧 线不够了 从加要绣制的地方 定线右侧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剪掉对比的线 取前分子的修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入针 取前分子的修线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线位拉到手球线里面藏起来 从出针位置入针 从定线左侧出针 线下上拉 调起点数球线 线下下拉 在进线的右侧入针 在进线左侧 上一层修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再次放下紫色的线 继续线有蓝色线 调起点数球线 线下下拉 在三秒 线下下拉 在第三层修线下方一毫米处 调起点数球线 线下上拉 调起点数球线 线下上拉 线下下拉 调起点数球线 线下上拉 继续线下这样的方法修 继续线下这样的方法修 调起点数球线 继续线下方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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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线下方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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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金线左侧上一层修线下方一毫米处出针 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修 修前紫色的修线 浅紫色修线修四圈 浅蓝色修线修四圈 然后在浅紫色修线下方修四层浅粉色修线 在浅蓝色修线下方修四层白色修线 两种颜色的修线交替着修 再取一米长的金线 修好之后取一米长的金线勾边 修好之后取一米长的金线勾边 从任意位置入针 任意位置出针 金线的尾部要打结 现在给它到水修线里藏起来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上一层修线下方出针 线修上马 先拿紧 线向下 调起点数九线 两分九线 两分钟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修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的右侧出针 从左边的这条金线左侧出针 先拉紧 先向上了 先向下了 先向下了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到结束的位置 从金线右侧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再回一针 从出针的位置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从出针后就入针 从任意位置出针 键标多余的线 然后按照图案的方法 把另外一边修好 后面就掉了 对 明公粤 在竹后 就离轮木标准 准备了 已经扇kim Fortunately 我让你用 community似义这造 should be 冲 Rolling 我们 hence WA 对